你好,我是杰逸,欢迎来到寂寞档案 经常在殡仪馆工作的朋友也许都听过一个禁忌的行规 就是千万不要对离世者的容貌说三道四 比如什么,她好漂亮,网生好可惜 很多人觉得这是迷信 但是一起真实发生过的案件却似乎应验了这个潜规则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风原女师榨干法医事件 2001年1月6日傍晚,台中县新设乡大渡山 村民们结束了一天的劳作后,成群结队返回村里 小张路过一片草丛时,远处一团冒着烟的嚼黑色物体 吸引了他的注意 走近时,极块黑色的破片飘过 他发现这些残障是衣服的布料 忽然一声惊呼,让他回过神来 一位跑得快的村民不小心踩到了这团黑色物体 原来布料之下是一具被烧焦的神体 万分恐惧的村民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迅速介入调查 来到现场后,他们发现受害者衣服全部被烧毁 头部遭受致命的重击 脸部也毁容 而下体也有明显烧灼的痕迹 警方判断,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而犯罪者刻意毁坏身体 目的就是为了让警方确认不了受害者的身份 来掩盖自己的罪行 但这一点并不能难倒法医高大臣 在检验过程中 他发现受害者是一名女性 而且体内存在多个男子的体验样本 这表明受害者很可能在生前遭受了多人侵害 此外,受害者的大脚趾呈现出一种分开的姿势 这种很可能是长时间穿着人字拖的结果 高大臣凭经验立刻判断 受害者的职业很可能是槟榔西施 槟榔西施常常穿着人字拖 站在街头招揽生意 也可能因为卖槟榔和他人发生关系 虽然已经烧成交态 但有经验的法医高大臣还是依然能够推测 女子生前面容十分娇好 而高大臣的一时涂地则惋惜地说 娶回家当老婆就好 干嘛要杀了他呢 高大臣知道他犯了忌讳 当即示意他不要说了 专心做检查 根据现场尚未凝固的宏记推断 案件发生时间应该不超过24小时 事件可能发生在1月5日至6日之间 警方把这些信息提供给了媒体 希望能收到公众的回应 一位女士在这段时间内离奇失重 受害者身边的人也许知道一些隐情 很快警方就收到了关键信息 一位女士告诉警方 她觉得受害者很像她的一位室友 室友姓王 也正如高大臣判断 她的职业的确是一位槟榔西施 案件的侦破似乎来到了正确的道路上 这位女士表示 2001年1月5日那一天 王母和三名男性友人约定出去唱歌 当时也邀请了她 但是她没去 当天深夜 她就接到了王母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传来了哭泣声 王母说 自己遭到了侵害 紧接着电话就被突然挂断了 她没有多想 但是那天后 王母就下落不明了 这位女士提供的时间信息 和警方的调查结果多重吻合 警方推断 身体主人很可能就是王母 但还缺乏一锤定音的关键信息 然而由于身体毁坏严重 难以确认 于是警方联系了王母的母亲 来到了警局 看着全身浇黑的身体 王母难以确认 这就是自己的女儿 但在王母的印象里 女儿有抽烟的习惯 她还有一颗假牙 可法医检查发现 受害者口腔内并没有假牙 牙齿上也没有吸烟形成的齿垢 肺部也没有病面迹象 看来受害者并不是王母 不过警方也没有收到 其他有关受害者的身份信息 一时间调查陷入了困境 然而就在案件停滞时 一个意外的发现 打破了这个僵局 1月8日 事发三天后 一位民众告诉警方 他在丰原市一处水沟里 找到了一个皮纸背包 包里有一位王小姐的证件 一部大哥大 和一把沉甸甸的铁锤 铁锤表面沾染着红色痕迹 警方推断 这个背包极有可能属于王小姐 证件上的王小姐 和1月5日失踪的槟囊西施 都姓王 而包里的铁锤 很可能就是谋害那具 无名身体的雄起 为了验证这一猜测 警方立即对铁锤上的红迹 进行了DNA检测 结果显示 红迹确实来自那具无名身体 警方就此确认 铁锤是凶器 而受害者就是证件上的王小姐 被烧焦的19岁的王姓冰郎西施 警方立即着手搜捕凶手 当晚约他出去了三名男性 成了警方的调查关键 根据王小姐室友提供的信息 警方了解到 1月5日当晚 有一辆车接走了王小姐 而这辆车是银白色的丰田 车牌上有个5 得知这个信息后 警方决定先从这辆车入手调查 然而他们很快发现 登记在岸的银白色丰田车辆 车牌含有数字5的车辆 高达5000多辆 警方难以从海量信息中确定嫌疑人 与此同时警方得知 王小姐生前和社会上很多人都有接触 从她的社交关系网中寻找到嫌疑人也不太现实 经过种种考虑后 警方决定缩小调查范围 他们推断 凶手在作案后 很可能会将凶器带回自认为安全的地方 结合案件中的其他线索 警方推测 发现皮包的枫园市可能是凶手的居住地 警方找出枫园市的地图 准备划定可疑地区的范围 然而就在分析地图时 一处工地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考虑到案件中的凶器铁锤 很可能来自工地 于是警方决定将这里作为调查的重点 起初警方认为 在工地找人会碰到很多阻力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警方受到了工地主任的热情欢迎 进一步询问后 警方得知 不久前工地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件 一位工友的手机不见了 主任怀疑 这个手机很可能是临时工张振兴偷的 因为张振兴直上了一天班 而手机恰好就是在那一天不见的 由于缺乏证据 主任没有报警 更何况张振兴早就离开 手机丢窃的事件也就不了了之了 为了获得工地主任的帮助 警方主动调查起了手机失踪案 在查询通讯记录后 调查人员意外发现了重要信息 他们发现 这个手机号曾给王小姐打了一通电话 电话拨通了6秒 无人接听后又挂断了 偷窃手机的人和王小姐 难道有什么特殊关系吗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警方调查了张振兴的社交关系网 他们发现 张振兴与有侵害他人前客的刘荣三 和刘荣华两兄弟有着频繁的联系 刘信兄弟居住在行乡社 而这个地方恰好是王小姐身体被发现的地点 警方判断 这三人和王小姐遇害 一定有着某种联系 绝不是巧合 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发现 刘信兄弟母亲的名相 登机了一辆银白色的丰田牌汽车 这辆车的车牌号中就含有数字 他们猜测 这辆车很可能就是事发时 接走王小姐的车辆 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线索 警方立即将他们逮捕 被捕后 三名歹徒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并向警方描述了当天的经过 2001年一月五日 三人打着出游的幌子联系了王小姐 并接了他去唱歌 这只是他们计划中的第一步 三人向王小姐承诺 王小姐会收到一笔三万元的酬劳 王小姐同意后 三人就把他带到了新乡社大祖山 在他们完成侵害后 他们丢给了王小姐三千元 并说这种货色有三千元就不错了 原本可说好的是三万元 王小姐对此无比愤怒 立刻打电话给社友 控诉自己的遭遇 同时呢 他还表示一定会报警 告他们欺诈 紧急之下 刘荣三夺走了王小姐的手机 并指示张正新 拿起身边的铁锤 击打王小姐头部 一瞬间 王小姐摊倒在地上 王小姐在地上 爬行了三米左右 刘荣三又猛地砸了一次 一时间脑极叶喷咬阿出 终于王小姐失去了呼吸 倒在了一片红击中 王小姐离世后 为了掩盖证据 他们烧毁了王小姐的身体 三人向警方供述 犯罪后 他们内心其实一直饱受煎熬 当晚他们在大堵山上碰到了传说中的鬼打墙 原本十分钟车程 他们却真正徘徊了三个小时 直到深夜才走出大山 这一个月时间里 他们几乎每天夜里都会梦到王小姐的冤魂 来找他们索命 更离奇的是 张正新在同一个地方连续遭遇了三起车祸 并不幸摔断了腿 三人向警方表示 他们和王小姐发生关系 只是一场交易 是王小姐拿出汽油 要和他们同归于尽 他们才不得已遭受谋害她的 他们希望能够获得法律的宽大处理 三名嫌疑人身份确定后 案件正式进入审理阶段 不过审理期间 法医高大臣发现了异常 高大臣偶然得知 半年前协助他检验身体的土地 体重从95公斤降到了65公斤 整天郁郁不振 似乎碰到了某种可怕经历 一次解剖时 他甚至直接晕倒在了地上 高大臣询问后了解到 原来王小姐事件后 尤其是他当时脱口而出的 娶回家当老婆就好 干嘛要杀了他呢 之后他几乎每晚都做噩梦 他梦到右边是睡着的妻子 而左边躺着的是槟荡西施王小姐 每天晚上 一个充电宝同时给两个手机充电 身体是真的吃不下 徒弟说 噩梦最早是原意做完法医检查那一晚 当时他开车回家 家中妻子听到发动机响声 从窗户看到车的副驾位上 坐着一位女性 妻子以为是丈夫带同事回来吃饭了 于是赶忙收拾屋子 然而当他打开门后 却看到门外只有丈夫一人 并且丈夫表示 车里真的只有他一个人 妻子对丈夫的话将行将行 于是他们准备先吃晚饭 然而就在他们坐下时 妻子看到家里阳台上 有一个女子的身影 走来走去 而那名医师只看了一眼 就非常确定 这个漆黑的人影 就是今天检验的那具身体 王小姐 他意识到 是自己今天说的话 冒犯了他 也就在那时 王小姐紧紧缠上了他 让他感到非常痛苦 医师期望高大臣 能给自己一些帮助 让他摆脱这些纠缠 高大臣有过类似经验 他找了一位道士 其他做法 结束后 道士告诉医师 他不会再来找你了 然后三天后 那个女子又在他梦里出现了 抱着唯一的期望 高大臣和医师又找到了道士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道士早就在等他们过来 道士说 他知道这两人会再来 因为这是一时前一时中 并不想让王小姐走 在两人的再三看球下 驱邪仪设再次举行 然而过了一个星期后 事件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道士也觉得很奇怪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后来做法后得知 原来这名王小姐怀了医师的鬼娃 怀孕后的女票会一直缠在医师身边 而能够破解这个事件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做法帮助女票把鬼孩子生下来 让女票把娃带走 但如果这样的话 医师和自己的老婆之后就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了 短暂思考后 医师终于同意了道士的方案 就像道士说的那样 女票从医师生命中消失了 而她之后也真的没有自己的孩子 为了消减事件的影响 医师从法医转行做了外科医生 涉及这次案件的三人 经过历世八年的审判后 2009年2月26日 法官判主谋刘荣三死刑 唯一佛门的张正兴有悔意 背叛无期徒刑 而涉及侵害他人的刘荣华 背叛12年有期徒刑 随着审判结束 这起事件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 然而汪小姐真的消失了吗 或许她仍然在暗中 寻找那些背离道德和良知的人 像诅咒一样 潜藏在他们类型深处 警告他们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